居静依如今受到的关注度越来越多了 稍有风吹草动都逃不出广大网友的发言 最近她参加了一档真人秀节目 在镜头面前展现自己一天的生活 可是从早上起床的镜头开始 她就翻车了 她起床面对镜头时就已经是化好妆的形象 可节目组偏偏说她是 清心素颜 节目组真是坑她没商量 如果说素颜梗不是居静依的货 那她化好妆在刷牙的操作 真是把观众惊到了 这不禁让人想到了不起的麦瑟尔 为了在丈夫面前保持完美形象 她从来不会在丈夫面前素颜 凌晨三点就起来化妆 每天活得克制又清醒 居静依早起化妆 暂且可以解读为偶像包袱 毕竟她想把最好的一面呈现在镜头面前 这也没有错 但是她在节目中装作厨房小白 则被啪啪打脸了 她拿起了菜刀时整个人的姿势比较生疏 主持人谢南就问她从来没有做过菜吗 居静依非常果断的回答没有 之后还拿出一股要砍柴的架势 真是像极了厨房小白 旁边的厨师都是一脸无语 切个菜真的有这么难吗 在后裁时她还一副生无可恋的状态 可见切菜对她来说真是一个大问题 这时候火眼金睛的网友发现了问题 毕竟互联网是有记忆的 原来居静依早在2017年就在一档节目中做过饭 她不仅切菜姿势相当娴熟 就连最难处理的肉也不在话下 可如今却说自己没有做过饭 不少粉丝辩解居静依之前在节目里做饭用的是替身 但明眼人都能看出她绝对是有厨师经验的 肯定不是新手小白 这阵仗和她如今在真人秀里的差距也太大了 不少网友都想对居静依真诚发文 不累吗 不说一定要在镜头面前做最真实的自己 起码不要撒一个能被所有人拆穿的谎吧 真人秀是一把双刃剑 利用得好非常圈粉 比如宅在家安静又充实的周笔畅 早上起来就是插花做早餐 每个步骤都精致又自然 让不少观众都觉得这才是理想的独居生活 超级爱吃的盐如今完全展现了一个吃货在家里应该是怎样的 拿起超大桶的矿泉水就开始吞吞吞 毫无一人的包袱 这种真实又可爱的行为才是真人秀的正确打开方式 在不济也可以学习一下富少马伯谦的打开方式 家里有钱倒让人惊异 但是他买10块钱的布鞋 在路边摊吃肉夹馍凉皮 临走还不忘和老板打招呼 去买三轮车和老板杀价的执着 也让人感受到了他的反差萌 先介绍一下女主角 居静一 SNH48第一届总选举第四位 她有一个很响亮的名号 估计大家都听过 4000年美女 不过我认为她应该还有一个称号 柔柔弱弱小白花 毕竟平时照片看起来都是这样楚楚可怜 这几年开始演电视 热血长安 云西传 新白娘子传奇等 演技麻麻没有特别出格 但也谈不出色 艺人的迷之身高是娱乐圈里永恒的话题 众所周知 居静一的身高并不算高 百科上写着是159cm 这个身高确实下来不容易 但是改了又改 最后才定下来 在很早期的时候 居静一介绍自己的身高是162cm 后来呢 上了另一个节目 居静一又改口 说自己有159cm 居静一的队友就在旁边起哄 说她谎报 是真的再三强调自己没有谎报 说了三遍 不怕死的她还加了一句 只不定现在还涨高了160 此话一出 旁边立刻有人提议 可以找个160的笔一下 然后同队的袁宇珍就站了出来 说自己160比居静一高好多 大家一片起哄 连主持人都看不下去了 连159cm都谎报的 居静一又摆摆手 吴声表示自己真的没有谎报 居静一曾在郭静明的最强大脑中同台过 当时郭静明还屈了腿 但合照中和居静一一样高 但说到实际多少 我们要回顾一下 2013年有网友批出一张郭静明从车里出来的照片 问谁能告诉我这辆车多高 后来该品牌车微博客户付服务中心回复1485毫米 也就是148厘米 不过要说起居静一被质疑照片批图 也不怪网友多心 毕竟她从出道以来 有关身高与外贸的争议一直都很多 先前身高那一趴我们说过了 再来看看早期的居静一和现在差别有多大 2012年居静一参加芒果台的向上吧少年时 看起来并不出彩 很素人 也带点土气 那个时候名字还叫居静一 看起来远 没有现在清秀 而且有点显老 2013年她通过SHN4827终审选拔 之后开始出道 慢慢就变得不一样了 套在居静一头上 4000年美女号引来了争议更多 虽然粉丝解释是因为日文杂志翻译错误的原因 但她因为4000年美女名号走红 也确确实实是事实 当年还有通稿 说居静一扮演的小龙女秒杀陈延西 包括这种新闻也是有的 说有中东土豪开千万级麦巴赫 追求4000年一遇的居静一 总之就是4000年难得一遇 而且各种咽压 咽压迪丽热巴 杨幂正爽等等 最近这位4000年美女又被网友质疑 她的头发也疑似动过 看居静一的头发 以前还能看到头发缝 发量看起来也并没有 以前还能看到头发缝 发量看起来也不是很多 那个时候她多是留着其刘海 那时候的她看起来头发也是薄薄的 并不是很厚的样子 但是后来不仅仅是脸看起来不一样了 连头发都不一样了 头发厚的看不到发缝 而且她现在有时候也是头发一会儿薄 一会儿厚的让人怀疑人生 其实一人做直发或者戴着发贴 是一个蛮正常的事情 像杨幂之前发际线就很感人 后来应该也是做了直发 看起来好多了 唐烟也是有这样方面的困扰 所以以前都是留其刘海遮一下 包括赵丽颖应该也有调整 以前发际线不规则 现在圆了很多 不过娱乐圈也有发量多的 比如范彬彬就是名副其实的发量多 当初她和林心如拍环珠格格的时候 两人都是长辫子 但范彬彬的发量明显看起来很多 李晨说过和范彬彬演的五妹娘传奇的时候 范彬彬头发多得和她的头发缠在一起了 更夸张的是当初范彬彬演郭敬明的绝技 里面最烧钱的其实就是范彬彬的头发 做特效的吐槽 处理范彬彬的头发时实在是太痛苦了 但是我们看看 范彬彬彬这种发量浓厚的都是有发缝的 而居静医是看不到发缝的 为什么头发这么多 居静医回答 遗传 简直震惊 一开始发量不多 后来因为遗传 头发逆生长 所以多了 这要是拿到直发界 应该会突破医学奇迹 被医生拿来做研究吧 更有意思的是 可能他忘记了自己早些年是什么样子 被问到秃头的问题时 一脸懵逼 年纪轻轻的 没有什么烦恼 为什么会秃头呢 他这模样 还真是完全不知人间秃头的苦呀 所以我们看看 这个4000年第一美女 身高身高有争议 连也有争议 就连头发都有了争议 关键是不管哪一次 她都是一副清清白白 柔柔弱弱的女子 网友就dis 认为居静医活得实在太累了 还有网友说 之前王思聪吐槽她做作的要死 不过公开吐槽居静医的 也不是王思聪一个人 之前跑男总监也出来吐槽过居静医 滚绑炒作 说是要顶替怀孕的baby 这个新闻找一找还能找到 正是2016年她起来的时候 而且更有趣的是 她还曾说自己不喜欢自拍 没有修图软件 果然是单纯的小女孩 怪不得这次居静医的粉丝 一听说有人吐槽她的头发就开干了 说我家居静医就是这么美 头发就是这么厚 就是可爱漂亮肤白貌美 有一句话叫颜值极正义 我想用在居静医的粉丝身上 应该是极为认同的 毕竟长得好看 说什么都不太重要 哪怕身高变来变去 哪怕头发变来变去 哪怕脸变来变去 只要她是美的 别人说162 就算168都没有问题 这不禁让人想到 现在各种选秀综艺浩浩荡荡的造型运动 一场接一场 一个一个新的艺人出来 或美貌或帅气 然而红不了多久 一趴底裤就没了 但为什么还是有很多粉丝喜欢呢 无它颜值极正义